吾迪丰火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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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 你到底是谁 我是 我就来开牌 就是这边第一名喔 下半年工作月 今天第一名喔 现场没有的 現場沒有 姐姐 妳好氣 因為另外兩個現場有 現在只剩我們三個了 沒有 現在只剩我們三個了 好緊張 我們沒有Q導播 沒有Q導播 所以導播直接對著你們的 不是啦 不是 來啦 我自己貼啦 我這裡有一張射手啦 第一名 誰啊 你怎麼知道第一名 你剛剛講第一名 你要拍第一名 是第一名 誰呢 水瓶 水瓶 水瓶座 水瓶座 水瓶座在自己的問題裡面 對 我覺得 比如說水瓶座可能 有時候已經不是工作的問題了 可是他的心需要靜下來 然後他自己的人生 他覺得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他要好好思考 所以他本來 而且水瓶座本來就是一個很奇怪的行為 對不對 所以他可能就會做出很 出乎大家意料的決定 比如說放著一個好好的工作 他忽然就辭掉了 他們更想要去追求的可能是心靈的平靜 所以他很可能開始去畫畫 然後也不見得會賣得出去 沒有 就是我覺得放水瓶座去做這樣的一個實驗吧 我也建議水瓶座你可以放輕鬆 去做他自己喜歡的事嗎 是 讓自己快樂的事 然後或者是你想要尋求心靈平靜 你想花更多的時間跟自己相處 把自己封閉起來 或者是去上一些身心靈的課程 我覺得都OK 就別人會可能覺得水瓶座好像有點頹廢 但我覺得你應該給自己一點放空的機會 他可能自己可以放空 譬如說出茶淡飯 每天30塊錢就可以過一天 但是萬一他有伴侶呢 他的女朋友他的男朋友可能會很著急 他可能壓力就會很大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的伴侶是水瓶座 然後他也在一種這種狀況裡面的話 就分手 單身就不會有這種焦慮 難怪你七年沒有練完 你會七年沒有單身 不是 因為他會擔心對方 乾脆你單身就不會擔心對方 就是有牽掛 所以他很想要 有愛生不開 應該說另一半的擔心是水瓶座的壓力 就會變成壓力 然後他們就會覺得相處也怪 所以你作為水瓶的另一半 你就也要學會自處我覺得 你就把自己顧好 然後你遠遠的照顧這個水瓶座這樣子 那我要說一下 不是所有水瓶座都是處於這個狀態 你可能也還活躍在線上 你也很有俗識的慾望 那我覺得水瓶座的工作 因為今年其實是一個切分年 我覺得對很多人來說 都是變化很大的一年 那水瓶的心態 在工作上的心態 你一定要記得 吃虧就是占便宜 你先付出最後一定會有收穫 所以不要計較太多 然後也不要先去問得失 有時候你的默默的付出 反而最後是最有收穫的地方 OK 要請問得到 我們應該會想要你 你應該會想要你